謝謝 開始了,我放個手機 今天在我們自己家嗎?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的主題比較不一樣 大家看避震器有沒有看膩了 今天要介紹的主題 我們之前好像有其他車款也有介紹過 那今天的這台車一樣是HONDA CIVIC 這台車主大概才裝了好像一兩個禮拜吧 那本來是預約三個禮拜 那因為零件的話有缺貨 所以到今天才幫車友來做安裝 那今天這台車的CIVIC 9代 要改裝的東西是加大碟 是煞車的部分,不是避震器的 那煞車的部分為什麼要做改裝 因為原廠的煞車可能會因為每個人駕駛的狀況 或者是改裝的幅度不太一樣 造成煞車有點會不夠用的狀況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有可能 我們原廠的旅圈可能只有16吋 那改裝了18吋、19吋之後 它在這個輪框的內側 本來的碟盤 假設這個碟盤 原廠的碟盤 視覺上看起來就是比較小 那改裝之後 整個視覺效果也會變得比較飽滿 所以最主要改裝加大碟的功能 就只有兩個 第一個是視覺 第二個是提升煞車的效益 那為什麼改裝碟盤 也會對煞車的自動效果也會有幫助 如果比較初階的改裝 就是改裝來臨片 像這個來臨片已經有換上 這個一品牌一零 這個品牌的話 經理個人說好就是好 而個人覺得不OK就不OK 這個品牌來臨片 我自己用過是打一個問號 但車主的話 剛好就選擇這個品牌 那在加大碟的部分的話 除了改裝比較高摩擦係數 像這個摩擦係數的話 我們把鏡頭拉近一點點 它這裡標示的不錯 它要寫GG GG的話代表它的來臨片的摩擦係數的等級 是比較高的 所以換上這個等級的來臨片 理論上它的自動效果就會比原廠的好一些 所以這個是一個第一步驟的改裝 好喘喔 第二個步驟是我們加大碟的部分 這個加大碟 它的盤徑 我剛剛有用這個尺稍微量一下 這個是後面的 後面的話 它原廠的盤徑是260mm 那今天改裝的這個盤徑 是325-330mm左右 就是如果裝的是17吋的鋁圈 它就會把17吋的裡面把它塞到很飽滿 所以它的整個視覺效果也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只有改裝這個盤徑 它的自動力也會好呢 因為這個就好像一個轉盤一樣 這個手夾齒的力道在這裡 是一個幹桿的原理 如果我在這裡做夾齒的話 它的自動力道一模一樣下壓的話 它的自動效果沒有比在外圓壓的時候 會比較好 所以把盤徑加大自動效果就會變得比較好 這個是原廠 這個是原廠 這個還有原廠HONDA的一個LOGO 這是原廠 那在改裝碟盤加大碟 還有一個標準的作業流程 像是我們把鏡頭移過來一下好了 稍等我一下下 來我們在看到這一邊的時候 這個碟盤在貼合這個HUB的這個面 其實它會生鏽 鏽了之後 我們如果沒有除鏽的話 直接把碟盤裝上去 它的平整度就會不好 就有可能會造成煞車抖動的狀況 所以標準的作業流程 我們需要用這種鋼刷 把這個原本生鏽的地方把它拋鏽 拋完之後油可能沒多久 下個雨又要生鏽了 所以我們拋完鏽之後 會塗附上這個 這個有的是做銅800 有的是做鋁更高級 耐溫度更高的鋁1100 這個一大瓶服似了好幾千塊 所以拋完鏽之後 再塗上防鏽的油脂 避免它日後會有生鏽的狀況 以後可能過了三年五年 要拆裝也會很好拆裝 這個是標準的作業流程 所以它拆下來的樣子 是這樣子 這個來電片的話 待會也會裝上去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 原理是大同小異的 但這裡來介紹一下 這裡有看到一盒 這個很奇怪的工具 這個工具 是特殊的工具 我們的分棒 分棒在這裡 分棒的話在這裡 分棒的話 我們原先的 在改裝之前 它的夾具 如果太小的話 需要把分棒 往裡面推一點點 但這種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 分棒的活塞 它有一個十字 它有很多的規格 所以它需要用不同規格的特殊工具 用不同規格的特殊工具 接頭 把它來電片把它轉進去 不能用強 不能用硬逼的 硬逼的有可能會壞掉 也有可能逼不進去 所以會因應活塞大小的不同 活塞特殊工具的不同 就會有一盒不同的工具來對應 這個做煞車做底盤一樣 很多的都有很多的特殊工具 像是拆Focus的後面仰角也是一樣 那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這一個會有一個 一般有的叫這個轉接座 那有的叫做車友稱之它狗骨頭 很像那個狗肯的那個骨頭的樣子 所以它叫狗骨頭 那狗骨頭的用意 就是原本的分棒在比較內側 需要靠這一個轉接座 就是銀色的這個轉接座 往外推往外延伸之後 才有辦法沿用原來的分棒 把加大碟裝上去 這個完整度都已經非常好 連這個原廠的這個B盒的固定小螺絲 孔鏡都是跟原廠一模一樣的 但記得喔 今年這個影片有可能會放在YouTube 今天拍攝的日期是2021年的6月9號 大概再隔了三個禮拜之後 這個幅度會調漲大概10% 所以如果有車友要裝加大碟 趕快趁6月26號之前趕快安裝 大概可以省10%的費用 好那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後面是單片的 不曉得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再回來後面這裡好了 這個是前面的 前面這裡有通風 這個叫通風碟 那這個是一片式的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基本上判斷碟盤的壽命 除了抖動 抖動沒有辦法 正常來說這個抖動不會再拿去撤銷 抖動的話就直接太換掉了 原廠的 那如果像這個加大碟或者是多塞卡鉗 因為碟盤的它的單價比較高 就值得去撤銷 可以做一下撤銷就可以再使用 那它碟盤的壽命啊 可以量測看看這個厚度是多少 來判斷看看碟盤是不是需要做太換 正常的標示的話是會標示在側面 但這個已經用很久了 所以它的標示已經不見 它會標示一個 最小的一個厚度值 就是需要太換的一個厚度 那這個是前面的 的卡鉗基座 需要換一個延伸的基座 然後再把這個碟盤換上去 那前面的話它的 碟盤的盤徑一樣是260 原廠一樣是260 一樣是換上325的規格 所以換上去之後啊 你看這個大小差那麼多 所以在裝載在 旅圈裝上去之後的視覺效果 也會飽滿很多 當然啦自動效力也會提升很多 那我們公司裡面有多活塞卡鉗 也有多活塞卡鉗的實裝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看看 它的整個自動的效果的話 會比原廠提升的非常的多 那OK 以上是今天 下大碟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記得喔 6月26號之前 趕快來安裝 否則要漲價囉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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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